娘子 允奴回来了 娘子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昨夜大雨 允奴担心郎君 便去县衙 给郎君送去了 韭菜和换洗的衣裳 郎君就是因为厌烦你 才躲去县衙的 你居然跑得过去 好厚的脸皮啊 你怎知郎君厌弃我 你既是去送东西的 为何此时才回来 昨夜风大雨骑 电闪雷鸣 不便夜行 所以 允奴就留宿在了县衙 留宿 允奴昨夜没休息好 又困又烦 夫人若没什么事 允奴就先歇着去了 你个奴婢 竟敢在主母面前 说这样的话 你还有没有规矩了 女儿 娘子 您为何不拉着她问个清楚啊 我到歇乙去找阿诚问去 站住 给我回来 郎君 娘子回来了吗 娘子中午便回了 现在在上罚 好 我先去书房 稍后去找夫人 我有话要问你 雨奴见过郎君 何事 雨奴是来领罪的 昨夜雷殿交加 雨奴害怕得及 你不用多说了 想必夫人 也已经从你的口中知详了 你说的可是真话 我若说半句假话 就罚我入跋涉地狱 我信你便是 你何苦 罚毒是这样做进自己 你 你知识做什么 你别动 身上有味儿 这个味道 我在哪儿闻见过 雨奴 雨奴 雨奴的味道 阿狼呀 幸好先把你拦下了 要不你见了夫人可就麻烦了 我这两日略感风寒 鼻子不通 闻不出尚情有可原 你是怎么回事 真是白长了个猪鼻子 小谭 首约回来没有 郎君已经回来了 那人呢 郎君说他今日有些乏了 就先去沐浴更衣了 而后就去看娘子 雨套这么快就备好了 没 我刚吩咐厨房了 先预备些热水 还要些功夫呢 郎君这会儿 应该是在书房 你这是何意啊 我您又去找他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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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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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找大娘过来是有点事跟大娘商量 大娘如此聪明伶俐 我对你那个庶妹真是越发期待了 大掌公主说的可是珊瑚 不知此事与珊瑚有什么相关 阿翠这些年一直帮我操持着家务 没能替世子多生几个孩子 没能替世子多生几个孩子 我呢想替世子 娶一方妾室 好替我河东公府开枝散叶 昨日我派人去库笛府 向你那庶妹珊瑚下聘 过几日 珊瑚便是世子的人了 再过些日子 便是一年一度的芙蓉宴了 到那个时候 你们姊妹俩便能在我河东公府的芙蓉宴上相聚 岂不有趣 珊瑚虽比我聪慧 但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 日后还要请大掌公主多多担待 大娘何必自欠 你比我那义女鹿奇娘更加漂亮 也更加伶俐 守约是个痴情种 其娘死后多年一直不肯续嫌 想必是忘不了我那义女 如今有了你 总算是可以重新来过 快乐儿 想必是忘不了我 对呀 珊瑚呢 怎么还不来拜见他子子子夫 二年说他病了 不便回客 病了 这 这 阿姨 听说珊瑚要嫁入河东公府 我和守约刚知道 所以来和阿姨商议 问问阿姨的意思 听河东公府这个意思啊 这世子不想大操大办 说是后日来一顶喜教 叫你妹妹接过府上 其他虚礼呢 能免就免了 那今日守约和琉璃归宁 听刚才的意思 难道守约对此婚事有别的见解啊 这个 这珊瑚病了啊 那你这个当阿娘的还不过去看看 是 守约啊 难道珊瑚加入河东公府有何不妥啊 岳父有所不知 这婚配之事啊 还是应讲门当户对 这河东公府是何地方 恐怕还要再细细思量一下才好 万一珊瑚日后惹出祸时 大掌公主是何事理 到时候祸及岳父大人得不偿失啊 这 这可如何是好啊 岳父也是知道 这长安之中 才德兼备的郎君不少 珊瑚 何必非要攀富贵 去拿河东公府 给世子做个不入流的硬妾 河东公府的硬妾 在外人眼里风光不已 但在府内 却会备受委屈 所以 岳父 还是得思虑一番 这其中的德师才好 再者说 那河东公世子 由崔氏为正妻 这妻妾之间有点矛盾 那珊瑚 不得天天回来哭诉吗 岳父可是亲历过 妻妾之间争持的 那一次 可是差点 让库狄家灭门呢 岳父难道想 再来一次不成